美国政坛重点消息带您关注 众院议长麦卡锡稍早被同党议员提议罢免通过 成为美国史上任期第二段的众院议长 最后投票结果是216票同意跟210票反对 包含提出一案的佛州众议员盖茨在内 有八位共和党人同意罢免 麦卡锡最新声明表示将不会再竞选议长 目前由他的盟友麦亨利占代职位 而这场政治风波也已经让受经济数据影响的股市 遭到第二次打击 四大指数都下杀超过1% 其中道琼收盘重货纵挫超过430点 创下3月最惨单日表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